主料,鸭腿一只,红枣4个,栗子4个,香菇2朵,辅量,姜片,盐,鸡精,料95毫升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准备好所有的食材,红枣和栗子用开水冲泡2-3分钟,栗子去除外衣,鸭腿洗净切块,香菇切片,把香瓜让开水焯烫一下, 再放入鸭肉煮烫过凉的肉,砂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,放入红枣,栗子,姜片,香菇,加入料酒,再加入鸭肉,大火煮开夹盖小火炖至一个半小时,加入盐条味,再加少许鸡精,煮开关火,烹饪剂条,鸭肉用开水焯烫后,再冲洗干净,这样炖出的糖清透鲜美无腥味, 栗子用开水冲泡3分钟,可轻松去除外衣,鸭腿食和小火慢炖,汤纸浓郁香蟹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气牛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